最近我去排队买早餐的时候 看到一大班的小朋友在排队买早餐 我就深深道疾 你们好了,有得放暑假 我啊,现在每天晨七这么早爬起来到上班 你以为我想这么早起来,我怕迟到 你知不知道现在迟到一分钟时间要罚多少钱? 少质几十,多质几百 一个月下来,分分钟我扣的钱 还多过那份月薪 但其实我也很想准时上班 不过你们知道的,很多东西 广受威,做咒 首先,作为虞假包换的龙的传人 我相信大家都一样 只要我们睡着了,基本上是没什么可以叫醒我们 闹钟? 我去打十个 我真的试过有一次调了十个闹钟 由六点到七点,会六分钟响一次 我一个都听不到 我一睜大眼睛已经是十点钟了 你连叫醒我这么简单的事也做不到 你没意思说自己是闹钟? 而且,每到星期六日的时候 我们家的楼上楼下很喜欢装修 不让我们睡得很威 那因什么解救 现在星期一到五工作日 你又不装修? 你应该检讨一下 你知不知道因为你不准时上班 你搞到我也不准时上班?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之后 我终于决定要出门上班 但是,除非你的公司在你家门口 若然不是的话 你们和我都要面临一样的问题 就是 我上不到车啊! 不怕跟大家说 其实我是一个超能力者 而我的超能力 其实就是 永远去到巴士站的时候 我要上的那一部巴士 就刚刚开走 以及百分百 不会被司机注意到的能力 无论我在最近这一部巴士的过程当中 跑得多么引人注目 多么情深深 雨蒙蒙 等等啊! 有没有跑过来? 有没有飞过来? 有没有飞过来? 哎呀! 终于,几经辛苦 我们等了这么多年 终于都能上到一部车了 接着就塞车了 乘公交不行 乘地铁行不行 地铁不塞车啊 但是地铁塞人啊 入门之前塞一塞 乘电梯那一层塞一塞 在站台上又塞一塞 上车之前塞一塞 收得工了 到了塞到爆炸真的塞不进了 哎呀!各位乘客不好意思啊 麻烦你等一班地铁吧 是啊! 个个都觉得乘地铁会快点 没错啊! 因为你们忽略了自己还没入站 还如你们历经磨难 发现自己回到公司 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快点打个卡 时间刚刚好 终于没有迟到 我没有迟到呢 首先要多谢我的爸爸妈妈 因为不是他们叫我起床 我一定会迟到的 那当然是我个人的努力 都很紧要 所以各位同事呢 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地向我学习 哎呀!玩我吗? 试问 这个世界上 有哪一个员工 是自己真心想迟到的 你想想 你看 没有的嘛! 员工内心里面在想 都只不过是直接不回 你不要误会别人 只不过 有时住得太远 又要早起 又交通不方便 就自不然会消磨我们上班的热情 本身都不是多的了 英国都有研究指出 如果单程上班时间超过一小时 那么抑鬱的机率 会比平均水平高出百分之三十三 所以 各位老闆 如果你想自己的员工准时上班的话 你有两个方案 第一个就是将你们的上班时间 调整弹性点的上班时间 那么我们避开上班高峰期 打工仔就不会迟那么多了 而第二个方案 我个人比较推荐的就是 我是 银行超快